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数人支持在麻州学校强制接种新冠疫苗 麻州交通局在麻州大道桥上 实行更宽的自行车道 疾病中心发布节日聚会安全指南 感恩节旅行高峰正在进行 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 前往他们的节日目的地 超过28万5千明星英格兰人 将在假期中乘飞机旅行 比去年增长82% 周日晚上在到达A航站楼外 交通拥堵让人联想到假期大流行前的情况 在机场里 行李领取处则挤满了人 新冠病毒是许多旅行者心中的头等大事 运输安全局的员工疫苗接种要求 将从周一开始对其员工实施 尽管这可能会对员工配置产生影响 但该机构表示它已经准备好处理假日旅行中增加的乘客量 同时美国汽车协会预测 感恩节旅行总体上将回到接近大流行前的水平 预计到下周末将有超过5300万美国人在假期中出行 比去年增长了13% 波士顿北部的93号州级公路 预计将出现今年最大的与感恩节有关的延误 美国汽车协会称 这段公路的交通量在周三下午将比正常情况下高出240%左右 麻州交通局表示 从星期二上午5点到感恩节后的星期一晚上9点 施工将暂停 现在新冠疫苗被批准用于许多年龄较小的儿童 波士顿的新市长正在为自己的儿子接种新冠疫苗 周六市长吴米参观了在太子堂大旅社与哈佛街社区健康中心合作举办的家庭疫苗接种诊所 他6岁的儿子在那里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吴米说这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以保护我们的家庭 保护我们的整个社区 保持学校开放和商业开放 麻州约有515000名5至11岁的儿童 现在有资格注射这些疫苗 对于小学年龄段的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小真迹 却是朝着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群体免疫迈出了一大步 该州自春天以来一直计划通过家长最信任的信息来源 如学校和儿科医生提供疫苗和相关信息 目前波士顿14%的5至11岁的儿童 已经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根据麻省大学阿姆斯特分校和WCVB的一项新的民意调查结果 超过一半的麻州居民赞成对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和公立学校学生进行新冠疫苗强制接种 63%的受访者表示 除非政府工作人员有资格获得医疗或宗教豁免 否则他们强烈或有些支持劳求其接种疫苗 民意调查还发现 59%的人支持要求5至18岁的儿童接种疫苗 以便在公立学校上学 在美国 目前没有任何疫苗被授权用于5岁以下的儿童 这项针对750名麻州居民的民意调查是在11月9号至16号进行的 误差率为4.3% 在148名表示自己至少有一个18岁以下孩子的受访者中 31%表示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接种疫苗 另有13%的人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10%的人说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接种疫苗 民意调查发现 人们对麻州的学校质量有强烈的好感 在110名有学龄儿童的受访者中 83%的人说他们对孩子接受的教育完全会有些满意 更宽的自行车道 于周一上午在麻州大岛桥的两侧开放 以帮助骑自行车的人更方便在波士顿和剑桥之间旅行 为了开辟这条车道 麻州交通局在每个方向都关闭了一条汽车车道 新的标记和路桩已经到位 这一举措使自行车道更宽 并在自行车和汽车之间提供缓冲空间 该试点项目将持续到冬季 如果它行之有效 麻州交通局将努力在剑桥创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努力促进低碳出行选择的同时 我们城市需要紧急行动起来 保护我们的通勤者和居民的安全 波士顿市市长吴米在一份声明中说 波士顿感谢我们的地方和州合作伙伴 帮助这个安全试点取得成果 连接我们的社区 为整个地区更安全 更可持续的交通基础设施垫顶基础 节日季节即将到来 距离感恩节只有几天 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的新冠病例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在节日聚会和庆祝活动将亲人聚集在一起时 美国顶级卫生官员正在敦促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安东尼福奇博士说 如果你准备一起庆祝节日的一群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那么你放心可以享受这个冬天 享受在家里在室内过节 而不用担心口罩的问题 根据CDC的说法 今年在庆祝感恩节和假期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 确保你充分接种疫苗 以保护你自己 那些高危人群和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儿童 避免拥挤和通风不良的空间 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 在室内公共场合一定要佩戴口罩 如果你接种了疫苗 在新冠病毒传播的高风险场所 也应该佩戴口罩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